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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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的是中二选区的立委补选的部分 好 今天言宽恒他也去骑路口 那在路口来拉票 可是今天有一点糗 糗在哪边呢 他到底是要帮谁拉票呢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可以看 这个在这 你要数一数 上面到底是几根手指头 因为上面只有四根手指头 四号是谁呢 是林静怡 后来他们的志工就提醒他说 宽恒你这样拉上的担包不太对 哪边不太对劲 才后来他把手套给换掉了 那我们看严家他的这个817招待所违剑 拜列时已经拆了 已经开始拆了 可是拆除的进度 好像有点慢 有一面大大的围墙 那不是整面墙拆掉 他是打了六个大洞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作为呢 还是说他们现在还在产生 就是希望可以用一个拖字诀 那违剑开始拆了之后呢 是不是要加码 把争议的土地给捐出来 我们看到的是民进党的台中市议员 陈世凯不是有讲吗 你若是拐土地位 我可以花钱啊 我就来弄敲敲板啊 我来弄溜滑梯啊 还有我本公司的主持人 郑宏怡 郑大哥也跟啊 他说严宽恒捐地的话 我来拐一百万啊 不过呢严宽恒好像是被逼到了 他说什么 全台湾有多少地主 也有土地上面的争议 其他地主你要不要叫他爷 把土地捐出来呢 不是只有问我而已 现在突然开始 这个开地图炮扫到其他的人 严宽恒他还做了一招 他是要转移焦点 所以昨天他开了一个记者会 主动出击 他在抨击的是林静怡 你这个反三接公投哪是通过 静怡有讲说 中火就必须要增加燃美五百万顿 他说这个说法呢 叫做恐吓选民 不过呢听到严宽恒开这场记者会 绿的议员陈世凯还蛮火大的 他说你来看看啊 你们严氏家族 你在这个105号码头 探不着呢 运煤的过程到底赚了多少钱 你怎么嘴巴上要骂 另外一边呢 该赚的钱你还是要赚呢 还有严宽恒阵影 还有一家他的战车宣讲是要支持者 叫你不要看电视 不看电视的话 乡亲就不知道说 严家在供保地盖为鉴吗 不看电视的话 乡亲就不知道说 严家有什么 糟糕糟糕的事情吗 好 包括清泉钢产业园区 这个开发案的部分 到底台中市政府又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呢 为什么一连串来看 发现近期在台中清水有三个开发案 这三个开发案的面积都是在30公顷以下 30公顷以下 不用送中央 地方就能够决定 是不是刻意要规避中央的审查 稍后我们进一步来讨论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归腰好 大家平安 好 欢迎民进党的台中市议员周永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接着我们欢迎的是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归腰好 大家好 稍后还有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 秘主长王志胜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今天CDC记者会 大家非常关注 是有关于昨天 怎么会中研院的女研究员 他是在这个P3实验室的这个部分 稍后如果CDC记者会来的话 我们进一步来看 那我们先来看到是 中二选区的这个部分 你来看 现在当然是越来越白热化 可是当严家有这些争议摊出来的时候 他们出的是什么招呢 我就是开了这个宣讲车 跟乡亲朋友说 回去不要看电视 这条感会通 我们先一起来看 中二选区猛攻陆战 严谷狠站在电脚箱 和选民打招呼备票 一开始戴卡通手套挥手 不过上头四根手指刚好撞上 林静怡的候选号刺四号 之后紧急替换成普通白手套 这里是杀戮人车最多的路口 严谷狠林静怡不仅候选人 号刺一个四号一个五号 连跑行程备票都是一前一后 就近一位十足 甚至严谷狠站车扫街宣传 继续人员仅说出这句话 男导呼吁选民不要看电视 也是战略之一 这是大家自然 选民的心 他们的心理的想法 不是我的战略 不过林静怡直言 直近为止 媒体所揭露的 105号码头案 南屯公保底维建 都是有名有据 至少到目前为止 不论是揭露 他的仓库案的 这个咨询的动作 或者是说包含揭露了违建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都是事实 所以多数的选民 也会想知道 事情的真实状况到底是什么 严家违规时事实 眼眶的阵营却要选民别看电视 阻断消息来源 台中中二选区 从空站转路站 双方候选人 战况越来越激烈 赞信王子宇 宣明志现任 SN小组 台中采访到 副组长 医疗应变组的 王毕胜 王副组长 以及罗伊军副组长 以及我 那接下来就请 我们指挥官跟大家 说明我们目前的疫情 以及我们工作的一个状况 好 各位记者 女士先生 你那个当初是昨天的案例 那个 那个昨天已经确保了 好 这边 那应该跟大家报告说 今天要报告 除了应该是除了昨天晚上 跟他宣布的 16816 这个案例之外 没有其他的本土案例 那死亡的案例也没有 那境外移入 有16例 我要强调 这里面今天应该是一例 因为介于昨天跟今天 所以今天没有写 但昨天晚上已经公布 16816 这个个案 这是本土的个案 并没有改变 那可以看到 其实境外移入的情况 也连都是有这样子一个超过10例以上的 那还是要提高警觉 那这16例有90男性 7例女性 那其中进入有从阿拉伯大公国1例 美国3例 那越南有4例 那加纳1例 中国1例 印尼2例 那南非泰国 泰国1例 那菲律宾2例 那总共现在国家也是 也是 就是说各地都有 那也可以看得出来说 在国外的疫情 事实上还是 蛮严 蛮严峻的 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 那有关于疫苗施打的 我们从 这个 整体第三期 原来是一到三类 5个月内来施打 那我们现在也决定 再有这样子一个 有一个本土的案例 那加上国外的变异株 加上国外的疫情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还是希望 就是说这个已经完整接种COVID-19 疫苗满5个月 的民众 那 可以来施打第三级 可以来施打第三级 那那开始打第三级的这种产牌 是莫德纳 那一样是原来基础型的一般的伎料 那就可以 大家可以打完 已经满5个月 万种接种的 那已经满5个月就可以来打第三级 那这16816 这案例在昨天 在我们这边的 我们的 相关的 那个区管 那还有地方的卫生局 大家也就在昨天晚上积极的 去匡列 隔离 那昨天晚上 有进到那个 全部到 到集中检疫所为原则 那也进行相关的一个裁检 那现在总共目标要居家隔离 到目前 是目标是97人 13人 并且做自主健康管理 那全部都要 要采 采验 我们的PCR 那到目前来讲 我们阴性的有86名 那检验中的有24名 那目前情况 以这样来看 大部分人都有检验过是阴性 所以在往外扩大 在这个这个职场 这里面往外扩大的可能性 相对的低 那但是在社区中 因为足迹很复杂 那还必须要提高警觉 然后在这里面 还是要提醒 就是说检验阴性的 并不代表 就是说 他就说没有染疫 只是在这个时间点 还没有检验到病毒 但是呢 好处就是说 这个时间点还没检验病毒 那已经隔离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 他的接触者 相对的是比较安心 换句话隔离者的接触者 在目前来讲 是相对的安心 就好像大家有人在讲 就是说 他的男友 他的男友 没有 这个 很奇怪 到阴性 那我要强调 是目前 那他也没有在社区里了 现在已经在隔 隔离中了 所以也请大家放心 那至于这个 这个 1816816 本身这样的一个个案 当然从12月8号 有未嗅觉的上司开始检查 那11月26号开始有咳嗽 那另外一个就是12月4号 有这样子咳嗽加剧 所以依照目前的情况来讲 那可能的发病的时间点 有可能是这三个的时间点 但不管是11月26号或12月4号 或整个12月8号 是不是他的一个真 哪一个是他正确的一个发病的时间点 那还要做专业的研判 那这个是在做整体疫调的时候的研判 但是 我们在做整体的隔离 跟我们的那个防治上面 还是把他时间抓得比较早 以11月26号当做一个标准的时间 发病的时间 来看整个我们应该要做的相关的事情 那至于在这个相关的因应作为 除了我们的疫调之外 还有昨天跟他所报告的 我们对于整个的P3的实验室 大概有进行几件的事情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昨天我们也讲说要成立专家小组 要作为进行一个外部的调查 那第二个 国内总共还有有12间 是有操作新冠病毒病原体制高防护的 实验室 那么也会让我们原来的一个 生安的一个 一个检查的小组进去 在一个礼拜之内 要完成现场的查核 然后第三个 我们以派源复事事件的现场 的P3实验室 及相关的公共区域进行环境的 採检 那昨天好像有宣布 就是说我们那个 PCR採检三日内的一个定义 要原来就要扣除这个假日 那以工作天的三日内 我们今天宣布是要以 日立天的三日内 那也因为我们昨天下午也收到了 大概大概有上线或在1922的反映 说有些人已经採检 在我们原来的这样的一个 时序已经採检的人 那机票当然也没办法跟动 那当然我们这边来顾虑 就是说全世界 现在大家事实上都把这PCR 三日内採检 这个时间都是缩短 而且定义是严格 所以我们原来是要改成三日内的 日立天 现在这个改变 没有变 还是要三日内的日立天 不过14的日期 从12月16号起 所以换句话说现在本来照那个规定的 那我们就不会要求他再重彩 再来 一样 就是在12月16号登基的 以前的人都是用五个 五个日立天来算 五 三个 三个 三个工作天来算 那12月16号以后就是三个日立天 换句话时间是变得比较短 但是因应 当然是临时的将会变动 所以我们延长到12月16号起 实施 那在另外这样子有那个PCR 我们的定序 我们的有相关的基因的定序 是不是请那个罗宜君来做报告 好 那我们每周跟大家报告那个境外入确定病例的定序 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有两张手板 所以我们这一周总共有19件这个定序出来 那都是属于Delta 其中也包括一例是Delta Plus Delta AY.4.2的病例 那这个是一个本国籍的男性从意大利回国之后 在我们机场这边 不症状 脱衣蓝检 就已经验出师阳性 后来定序结果 我确认是这个Delta Plus 所以我们现在累计 已经有255例的Delta 那其中 这个礼拜有新增1例Delta Plus 那包括昨晚有新增跟大家报告本土的1例 Delta的话 那这个本土就累计44例有新增1例 那211例的境外入本周新增19例 那这19例的境外入 Delta里头有16例都是有打过2剂的疫苗完整接种的 所以突破性感的话就在 今天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有关于中研院的女研究员 不过她其实在12月3号已经离职了 现在一个状况就是 她染疫了 到底这过程间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今天CDC记者会也进一步告诉我们说 昨天是讲匡列85个人 可是今天看起来是不值 至少匡列是110人 那期间已经裁检的人110人 可是阴性的部分我们看到是86个人 还有24个人现在还在等待结果出炉当中 还包括居家隔离的部分 这一些通通要匡列 有97个人是居家隔离 其中有13个人是自主健康管理的部分 这个部分阿中部长是讲说 目前看起来情况好像没有扩大 可是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但回过头来我们来看 我们就是要看电视 看电视我们在这里说讯息到哪边去 可是不好意思中二选区的选民 然后有一个人告诉你 最好不要看电视我们来看 这个是杨总理他在他的脸书上面 因为那天就是在抽签的时候 中二选区抽签抽号次的那一天 他听到说 颜宽衡的宣传车被撕出了 然后拨在红山说 各位乡亲 无疼看电视 竟然是这样宣传 那我先请教小芳姐 我们其实 我们有些时候讯息 也不见得是在电视上面 可是你看像CDC记者会 昨天晚上九点钟 我自己就在线上等等的 等了大概快二十分钟 他才开始开记者会 我看到那个线上 大家想要知道说 现在情形到底是什么样 有三四万人 可是呢 宽衡阿公跟我们讲说 各位乡亲 无疼看电视 怎么样来看 这真的 我觉得颜家三代目 跟我们想的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过去有一句话 叫做没有尝试也要看电视 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多的知识 其实大众传播 就是帮助我们守望环境 所以看电视 可以帮助我们守望环境 我们希望说电视 只要传达给我们正确的讯息 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吸收 然后帮我们形成决策 但是呢 颜家到底是在怕什么 为什么要大家不要看电视 其实经过这一个月来的讨论 我们会发现说 颜家其实他怕的就是 怕我们在电视上面的讨论 被他的选民给知道了 被他的选民给了解了 过去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饭到啦 我炒饭啦 我炒米啦 炒米粉啦 请人家 地方好像觉得我人很好啊 可是事实上原来我家 是利用你给我的选票来赚钱 所以他想要掩盖这个事实 所以我另外呢 除了这个以外 我还想要关心的是这个人 我们要协巡 就今天早上 这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因为今天早上 他也去骑路口 他看到这个民进党 还有这个激进党 很多的朋友 全部都站在路口去接讲 然后他也想到说 那我颜家三代目 我也要上街头啊 那我去上街头了以后 他想要装可爱嘛 那就带了这个 Micky的这个手套 手套 那谁给他的啊 那这个手套 一二三四 你也知道四季哦 戴在他的手上 他一套上去 他不会觉得怪吗 他抽到的是 林颜家 有钱 有没有 他难道 他不知道 他不记得 他自己抽到几号了吗 所以我在很担心 这位给他提供建议的 这个他的幕僚 不晓得现在是否安好 那我现在 你这样一样掉了 我真的很担心啊 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 制作单位给了我一份 我就像那样 戳扑克牌一样 我把它这个 这份是什么东西 这是颜家在民国106年 就2017年 他上一次当立委的时候 他曾经做过的财报 各位啊 来哦 看一看 这就是他的财报 密密麻麻的 我们现场也有这个公职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立法委员 哪一家的财报 是可以像他这样子 密密麻麻的 而且这个财报 搞不好明贤哥有啊 你怎么这样叫不起他 搞不好有啊 有没有 对这个是 我一张也删掉了 这是十页 十页这么多 所以我们其实是 我们不仇富 颜家你有钱 其实这是颜家的本事 但是现在我们过去 这一个月来的讨论 你叫大家不要看电视的一个症结点 是我们问你的每一个问题 你都一堆二五六 别问 还是说去问白人 那个土地不是我的 那个家庭不是我的 那我们这个 也难怪 我在网路上面看到一张图 这张图真的是非常这个有意思 我们都玩过大富翁 那大富翁的时候 你最讨厌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你路过每一个路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人家已经在上面盖房子了 然后你都要付钱 颜家的情况 在中二的情况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看到那个有密集恐惧症 全部都是 他原来是土地的主人 全部都是他颜家的土地 那这张的大富翁 是不是就激起了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玩大富翁的时候 我们走来走去 在中二 而且不只是在杀戮地区 现在是在整台中 你走来走去 你可能都会遇到 颜家的这个土地 然后颜家的土地 当我们现在发现 公保地上有问题了 好 那这张的图 我不晓得各位看不看得清楚 公保地前几天 他不是自己开了怪手吗 然后这个台中市政府还很贴心 因为我们三代目 这颜宽恒少爷 他是老板 他不是员工 所以他在开怪手 没有问题 可是呢 他大阵仗开了怪手 一直到今天 那那个刚才贵亚是说 他们家是用龟宿在进行拆 果不其然 你看他就是打了六个洞 我不知道打这个六个洞 是要装蜡烛来庆祝圣诞节 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然后你如果问他问题 像昨天下午开那个记者会 他找了一堆不幸 因为这个飞行癌生病 因为飞行癌真的 我母亲也有飞行癌 当然是治好了 我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 看的时候 都能够身体平安健康 但是今天很多台湾肺腺癌 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严重的疾病 跟我们过去的空气污染 跟是不是抽烟 是不是在厨房里面 这些可能都有关系 那你严家 你作为立法委员 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公投里面 有个最重要的题目 三街如果停舰的话 会造成中部 可能要多烧燃煤 而你家是在做燃煤码头生意 是装卸货的 这些我们想要请教你三代目 颜家少爷 你告诉我们说 那你公司不是我的 然后问你公保弟的问题 那到底是我们兄弟的 我们记者也好 或者是我们政论节目的名嘴也好 我们就是因为问你颜宽衡 你颜宽衡不回答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去问你的弟弟 颜人邪 没有办法去问你的最小的弟弟 到底在清泉康开发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没有办法去查在你们家的这个所有的名单 你们的这个地号当中 对上这个所有台中 你们的土地到底有多少 那你跟你的家人那么亲近 你跟你的弟弟又不是仇人 你跟你的弟弟那么亲近 如果说你弟弟开的公司 如果说你自己秘书开的公司 如果说你过去合作的好伙伴开的公司 你应该跟我们想问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缘故 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 然后你一点都不肯讲 当大家的问题已经上升到 我们讨论这么久的时候 你竟然是开宣传车出去 大家不要看电视哦 不要看电视哦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对民主 或者是对于颜家最好的一个方法 颜家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现在要给颜宽恒少爷 一个最大的一个建议是 好 你们家如果真的是有本事 真的是有诚意 好 那就到大家最南公那边 开个记者会对妈祖来就杀 我们家这个秩序是安装安装安装来 是向人向人向人买 不是叫其他的地主要不要去捐土地 不是说叫大家去问说那个 去问当事人问相关的公司 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再怎么样 你也只有四根手指头 所以要投资好 不能看电视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回想 在那一篇这个脸书贴文的下面 不然你现在当这选民是文盲吗 因为看了电视之后会知道更多颜家的丑事 还有呢 你看到是不是很心虚 这边讲说麦克风什么要慎选 是不是在霸凌乡亲连电视都不能看 那其实我有想到一个这个成语 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不是有说眼耳盗铃吗 眼耳盗铃就是说我怕人听到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耳朵捂住 可是其实别人都有听到 现在要改编了 叫做眼耳盗铃 眼家的眼 因为他们的生活怕别人不一样 那我先请教雨珍 怎么看现代版的眼耳盗铃 我觉得眼耗铃现在的状况是怎样 就是之前他在外面宣讲的时候 或者说在台上致辞的时候 他都会说那些那些事情都说我爸爸做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他现在在拆他的这个招待所的时候 这个也是他弟弟的招待所 只要不是他自己的 他都打得很用力 这个是我爸爸做的 那个招待所是我弟弟的 但是为了显示这个 我有要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我可以无照坐在那个怪手上面 然后来敲下这个第一个洞 但是他只敲了六个洞 我就想要问看眼耿铃说 你后面到底还有没有要来进行这件事情 那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也看到 那天他去这个拆他的这个招待所的时候 他说了什么话 他说我们都是受害的地主 但是眼耿铃 你是在知道那里是公保地的情况之下 买了那块土地 而且你买的时候 他是有附带建造的 所以你根本就知道这件事情 那些这个公保地被划设的那些地主 之所以会觉得说 目前政府的这个制度对我们不公平的原因是 他们的地就被划成是公保地了 可是眼耿铃不是 眼耿铃还是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点 他还刻意去买的 没错他还刻意买 而且他是看说这个有建造 所以我才要来买 然后后面才有违建的这个事实 从头到尾都是你知情了 然后你违法了 然后你出来的时候 你那边装可怜装无辜 他那天还讲了第二句话 他说我们资源不足 这句话听在一般市民的耳中 会有一种 你资源不足 我们就要来看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资源不足等一下 我们再从这边来切入 因为宇峥要给我们看到 是哇 这个资源 资蓬派的啦 比那个之前说冬瓜餐有什么 烧酒给什么 那个财力要更加惊人不少 可是呢我们看 那个宇峥地有没有 是不是很多人说 是不是要关出来 给他一个良心的呼吁 做好事你关出来 小朋友做一堆堆 在那儿做游乐场 我们来看 休息一下 我们看到是 严寬衡感觉上 心里可能有点焦虑 或者是那种情绪就出来了 不然你去问啊 你去问其他地主 要不要也把土地捐出来啊 怎么这个时间点 突然会开地图炮 还扫到其他人 为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原家的817招待所 其实你记不记得 整个进程 我们记得他弄了 很大的红字 拆那个字之后 也就是贵故啦 刚才真的开始有动作 那现在来看的是 已经过了三四天的时间 到底拆得如何 我们先一起来看 自家的围剑 自己拆 无叫开怪手 严寬衡亲自敲下 严家招待所 围剑第一块砖 12月7号开工第一天 大型机具进驻拆 挖开墙面 钢筋裸露 第二天进度 正门门旁墙壁 大片铁卷门 悄悄消失 侧面围墙凿出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几乎同等 大小的神秘方形洞 并着手迁移 瓦斯管线 到了第三天 外观看起来 拆除作业 近乎停滞 工人沿着门框凿洞 看似要拆 忙着在地面喷漆 做几号 大哥那标记什么的 很入的啦 外墙被凿出洞 没了隐私 事先搭设了铁皮围帘 取而代之 任何人进出 开小小门缝 左顾右盼 警戒心很重 还有工人走动 帮忙浇花草 外部拆除作业慢下来 但距离十二月十三号台中市府给出的自行拆除期限 仅剩四天 若扣除两天假日 只剩两天作业时间 外界不禁怀疑来得及吗 有可能在十三号之前拆完吗 这我不清楚 这个是专业公办 特别听的所有权利不是我 不是颜宽衡 谢谢 但是我必须承受 但是不是颜宽衡 求证监督单位台中市都发局 若颜家未能如期在期限内拆除 那作法有二 一种事让颜家继续拆 假如停工未拆 才会列入违界排拆顺序 在建筑法里面 他是不会去宣定多久是拆亡 不是针对颜家 是通案性的一个作法 后续没有什么滑板的问题 审视出台中市政府的懦弱 最受伤的应该就是台中市政府 在台中市市民心中的信任 颜家大张旗鼓拆违键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公班也是一天敲掉一点 才会遭质疑速度异常缓慢 勇如归宿 三立新闻的梁汉伟 陈一姐台中报道 当媒体在警钉的时候 可是市政府他们的说法是说 没有说一二一三 我告诉你说两个礼拜 限期十四天你要拆 但是不一定要拆完 你若是有动作的 那我们就视同说 我不会强迫你要继续 多大的动作 要做到什么程度 市政府说那个是通案来处理 但回过头 刚刚宇真要讲到是说 刚刚颜宽恒在讲资源不足 你是不是想要找出来 那的确是有资源不足吗 还是你们在地方看到了什么 我必须要说 他说出资源不足的时候 应该不只我笑出来 在场的来宾可能 大家也都笑出来 包括这个在台中的市民 包括中央选区的选民 大家都知道 颜家就是很有钱 颜家就是土地非常的多 颜家就是怎么样 在选举的时候 所有的看板 就会挂满全部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主任 他前几天在网络上面 PO文 那是因为我们刚好 去占了这个路口 那这个路口在哪里呢 这个路口在沙路区 这个平溪路跟向上路口 他就是我们这个 交流到下来 最明显的地方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在上面有 一二三四 短短一百公尺之内 他就有一二三四个看板 那因为他的竞选总部 也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看板每一个都超大 超级大 然后包括他那一天就是传出说 他们的车队有跟他讲说 不要看电视啊 那天我们的车队少经过他的看板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车队其实非常的渺小 静医师在这边 柏尾在这边 而且比例上其实那台车已经视觉上是通出去了 所以显见这一个看板有多大 对 这个看板就是那时候罢免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挂在差不多这些位置上面 所以当颜宽人说他资源不准的时候 我就请问 难道你又要把这些看板推给地方人士 我们来算一下好了啦 如果一般以一个看板 他踩在那里要租金对不对 你做那么大尺寸的看板应该也是需要钱吧 我大概而且你还要加上吊车的钱 然后还要有这个工钱嘛 你这一块少数的都要估计 保守估计大概一万块 我真的很保守可以问有侯议员 不是因为人资源不足 这看起来那一块钱就要10万啦 哪有可能 你说的是 你是合和全部加上去是不是 你还要吊过至少5万以上 我是用那个比如说 大家在这个体量资源不足的 这个人的事 打到骨折 打到骨折 但是 节目后我们要问 以前之前都找谁 去那边拜托 我们是体量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 对于这次选举非常不公平的地方 颜宽很想要挂哪里 他就可以挂哪里 但是静怡医师要挂哪里的时候 他是会被关心的 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源 所以说起来 当他在说资源不足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在自打脸 目前他所说的所有的话 几乎都是跟他的形象相反的 我们很可怜 我们无故 网军追杀我 我资源不足 那不是我的弟 那个都是我爸爸做的 那颜宽很的这个行为 显示了什么事情 显示他就是一个不负责任 而且会推卸责任的霸宝 他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所以我真的认为 他在那边讲说 我资源不足 这个我们怎么样 那边装可怜的时候 我们其实看起来都非常可笑 可是我们现在搞不太懂的 就是说 你就要听 是怎么听的动作 那么奇怪 我们这边有做一些 这个时序的分割图 我们看 12月3号的时候 那一天动作很大 你就是说他要听了吗 他只是喷一个漆 然后拉上封锁线而已 然后又说 因为6日会插到猪鼻头部 所以我们6日不动工 这天礼拜五 所以先做一个动作 写了拆 拉了封锁线 然后到礼拜一的时候 问白身听到来 我们有我们自己很细腻的做法 对不对 12月7号 一清新来开怪手 就有敲下一块砖 敲下一点点之后 当然就开始动作了 我们继续来看 这桶比较不清楚 我们从这个部分来看 我们进一步看到的是 来 他在一面这么大的墙 前面是一个算是栅栏 往里面看 这一面墙上面挖了 123456 6个洞 也不是很工整 反正就是挖了 我们讲说好神秘 为什么会这样挖 那永宏议员 我给你请教 这个动作是什么样的意涵 我觉得他不会拆了 坦白讲 我觉得他不会再拆下去了 我先讲第一个 市政府鬼扯蛋 他说我 只要他们开始要拆 我就无法可管 鬼扯蛋 那所有人盖了一个带围剑 然后我就在墙角 稍微拆了一下之后 我就可以 停在那儿 永续的经营下去 这个合理吗 当然不合理 第二 市政府你有去断水断电 你敢断水断电 从事情出来到现在 你有看过市政府 跑去断水断电吗 没有 如果是要拆这个维建 他们人还在里面 进进出出 所以我说 卢秀燕一直在掩护他们家 第三我讲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 逃鬼心的鬼 拖过去就好 不只是他 市政府也是这样 我们跟各位报告 这13号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从今天算起到20号 只有关键10天 这10天没有猜 真的不会再猜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总质询 台中市议会总质询到20号 20号之后 不是总质询 议会还在开 但议会开的时候 你只要发言跟任何议题无关的时候 主席就会说 议员这个跟议题无关 这个我们现在在审的是预算 我们现在审的是民政局的事情 然后主席会这样讲 然后这个卢秀燕也会讲说 对议员我们现在不是在审这个 所以这个请你回答主题 要不然他就不回答 跟主题无关了 之后在总时询的时候 是让议员自己的时间 议员要问你什么 你就是要乖乖让议员问 所以我说他就关键10天 而这10天里面有4天是周末 扣掉就是剩6天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 他大概不猜了 就做个动作而已 除非压力大到 就是我一直觉得 这是全国要去看着台中市政 如果压力不大 他真的不会再拆 因为这已经不是过去 他们家在地方的习惯 他们地方派系过去的习惯就是 我做什么 那怎么可能会有人来问我 还怪我说我这是违贱呢 本来就是这样 他们地方人都知道 再来 他们过去也都很清楚 知道说就像炒米粉 吃这个buffet一样 他就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他们的候选人 有时候会有点被激怒 因为他会觉得莫名其妙 我从小都这样 但是他忘了一件事 为什么这是不行 这个叫做那个地团 很坏风修 这是因为你从小都这样 是因为从小你们家 就是鱼肉的乡民 所以你才从小就觉得 这个世界都是这样 但对不起 中二选区的人要告诉大家 而且要告诉 原来那边的乡亲 说 说实在 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 尤其他又讲了这个土地正义 他讲说什么公保地 现在大家要捐出来 他很生气说 地图那么多 把人没关 是怎么我就要关 我跟各位报告 有很多更可怜的是怎样 有的是很慷慨的捐递来造路 在乡村地区 有很多比较可怜是什么 他已经被开过去了 政府还从来没有征收过他 其实这个如果算起来 全台湾要花好几兆的钱 就是他路早就被开了 然后被开了 他可能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他可能还要去见戒一下说 我只占到你一公尺什么 这个还很多 这还不是公保地 如果土地正要先处理这个 再来就是说 公保地通常会去买的 除非你是继承的 不好意思我继承的 我就堵后是公保地 会去买大部分是什么 建商开发商 因为你不会去买个公保地 这个地 你就不能 你可以处分它 但你不能去做任何的使用 你可以盖 盖小小不能超过两百平方米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会去买 你是自己买的 你怎么可以变成说 我是受害者 然后追求土地的正义 所以我今天跟静怡讲一句 我说也好 他要土地正义 就只好来支持林静怡 你不支持林静怡 你的土地怎么会有正义呢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 我们真的要提醒 所有的观众朋友 要不断地去 关注市政 可是永远 因为你刚刚提到的 那个观点 我是觉得有点困惑 我们在镜头没担过的来宾 我请教你 刚刚永弘是讲说 不会再拆了 那认为不会再拆的举手 我认为不会再拆 你看他今天新闻 他现在在里面的 他里面的那个花园里面 他在浇水 你仔细看那个新闻 各位仔细看 他还在浇花 你要搬家了 然后我还在浇花 我还要去维护环境 这么好的屋主 这么好的地主 这个塞是很难得看 重点是什么 只要第一个选过 选上了 当然就没他的事 不用拆 没选上他更不用拆了 所以他就撑过去 那时间很久 至少还有快要30天的时间 如果说如果说不是因为全国大家在关注这件事情 他连去写一个猜字都不会写 你这样说我感觉不怪 大家都不要看电视 是啊 看电视 知道原来在那里没听 不是那天你开拐 收起了 好 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这个公格敬警 我是在问 永宏说不会拆 其实其他来宾 任俊哥你是举一半 明贤哥是没有举 那我没有举 来说我问明贤 你觉得会继续拆下去 要听了 两个层次 一个是法律层次 一个是政治层次 法律层次 现在市府已经认定 原本建物合法的是60平 他家违禁是 total是150平 所以违禁是120 对 已经被市府认定违禁了 第一个法律 你就法律层次的话 你14号 大家这位议员知道 你在猜的时候 就说你已经 挑上火线了 成为新闻观点 或者甚至你被举报的 继承违禁 都是急报急差 我问你 如果是你来处理 较少许是你家的那里 你会像他这样 慢慢慢慢 我们家没那么大的地方 我现在在睡房 就是说 第一个我就讲说 一个法律层次 你法律层次 这个绝对没有加分 就是说你 你今天差一点 今天听一个诊子 你们节目就讲一小时 明天再拆另外一个砖头 你们明天再讲一个小时 就法律上 好了 他是要到那个14号之前 要自己拆完 对 拆不完就列入那个 市府的那个 就是说拆除的 关注名单 对 就是说名单里面 有没有关注就一般名单 就是拆除名单 可是那只是法律层次而已 我讲的是政治层次 你现在没听 每天好了 就说当然 你争论节目 你可以诉诸 选民你不要看 但是那些还是会流到网络去 媒体还是一样会报导 我就说 就政治上的危机处理 这样子还是 没办法停损 所以法律层次 可能说你拆除 你到市府认定说 合乎法律的情况底下 合乎合法的情况底下 你在政治上还是会扣分 你在这边算起 所以我觉得说 第一个 合乎法律标准是一个层次而已 可是这个要思考到说 政治上怎么去处理 不要让他扣分 一定要停损 你说的止血停损点 大家都可以理解 可是严加的做法就蛮特别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标格有他的责任 因为他们家族比较大 我觉得标格要站出来 内部家族去取得一个共识 协调好之后 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政治上要停损 法律上要合乎标准 就这两个 我觉得没有其他第三条路 可以解决 来 任俊哥 我觉得刚刚明前提到 就是说要走法律 法律也不是我们在座 几个人解释跟解读 就是看你的法令怎么办 那当然严加现在看 这个围墙的部分 是打了六个洞 那我如果想大家可以 在网络上面 你现在可以看这个影片 就是我说说 这是艺术家的杰作 就是那个档头这么大颜 可以划那两个衣 你看中间的钢筋 全部都还在 这个还蛮厉害的 就是我们知道 那是不是用人工 慢慢敲下 而且那六个洞 看起来差不多大小 高度一致你知道 那我认为当然第一个 这是有高人指点 就是我们现在在整个的 维建的拆除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怎么去认定 这个维建要拆除 就回到刚刚明贤所讲的 他要从法规上面来看 我给各位看 这个台中市政府 针对维建拆除里面 他有一个拆除的标准 这个标准叫做什么 你知道叫做拆到 叫做不堪使用 那不堪使用 其实某种程度 我刚刚讲说 他为什么 其实那个有高人指点 你知道吗 就是你如果 从那个高度上来看 再加那个封锁线 一拉的时候 哇 你看那上面都空 那边没办法赢 可是你如果真的放大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不是连钢筋 你都看到弯弯整整 他连一根洞道都没有 折道都没有 他那个墙大概只拆 上面的四分之一 你看那个比例就知道 所以你从这里面来看 就如果针对围墙的部分 因为刚刚有提到 其实还有其他的 这个建物的部分 是不是有这个所谓围建 还有100多片 我们就只看围墙 你现在这个画面 看起来好像 他已经不能用了 对不对 但对不对 他只有上四分之一 下面四分之三是OK的 可是就台中市政府的标准里面 他告诉大家讲说你知道 在围墙的部分 我给各位看 第五条 围墙的部分要全部拆除 叫做不堪使用 就是你没有办法 就是只卡两条 你前后上下 卡卡没那么大 对 他必须要全部拆除掉 好 这要台中市政府要听 对 这个是台中市政府的法规 你们自己的这个法规 那再来就是在下面的时候 他其实有一条淡书 是第四条的部分 他就说 如果你已经是 虽然你没有全拆 不符合到上面 但已经到不堪使用者 就可以不用再拆 那我不知道就是 他现在是不是希望 透过这一条 就是这个第四条的这个部分 你看 他后面就不再执行了 但问题就在于是 什么样叫做已经不堪使用 认定谁来认定 市府啊 这里面就是一个没杠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刚刚讲说 你看他卡的那个位置 就是顶头一百卡过 你从那个角度看起来 好像那个墙已经拆掉 但你钢筋还在 第二个是你光看 刚刚那个高度 下四分之三 基本上都还留着 所以他的围墙 还是保有他基本的功能 为什么 他是阻绝人家进去的 所以这个如果就台中市政府的标准来说 其实已经没有 个人动工的问题了 因为你就算个人动工 你也没有达到 你要拆除的那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觉得现在考验的 其实是好 刚今天延架用这个方式 去处理了这个所谓的围建 而且这只有墙嘛 那如果还有其他的建物的部分 那按照这个标准来说 是要卡 包含到建物的部分 你可以在上面写得非常清楚 除了梁柱新楼 有什么 你梁柱先 梁柱先拆掉 归这个处 在里面施工的有危险 你知道 其他的其他的标准 叫做不堪使用 其实都必须要全部拆除掉 那这一块 我就想 其实这考验的 已经不是你看不看电视的问题了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次 会不会就 大家就别用手机了 就别用网路了 也不要去跟别人聊天 为什么 因为别人会讲 可是如果今天到这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也太那个 所以我反而觉得 他可能是想开玩笑 或者是想要反讽 想要所以就用那种 用那个以为 很幽默的方式说 大家就不要再看电视 没要看电视 也是有很多看 大家可以得知 所以我今天觉得 还是就是说 我其实非常认同 他明显的态度 就是说 颜家自己必须先 把那个态度拿出 你预期把人去讲 你我光讲 你现在看这个图 看这个画面上面这样子跑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我都说这是艺术家来做的 你知道吗 连那个钢筋都可以 一格一格都还没有歪 那每一格的位置都还量得好好的 这真的也太厉害了 不然我们看拆违剑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还看 中二选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不知道说 庆纪真的有这么多吗 因为这篇新闻会让我有一个误会说 已经过了这么久 还是这个样子吗 好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 林静怡团队说 有人 这个有点诡异 他要陈情一件事情 可是他陈情的过程 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居然打电话到这个 林静怡这一边 说 要起来开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 我们前几天有在聊 是有关于严家 他们也插旗在 清泉缸的开发园区的部分 可是你可以仔细看 整个大清水 这个地方 有非常多的开发案正在进行 进一步追踪发现说 现在有三个产业园区 正在开发中 都都刚好都是低于30公顷 30公顷以上是中央要来审查 30公顷以下 就带中其进户得当出力 现在外界开始质疑说 是不是有特别一个巧门 是要规避中央的审查 我们先一起来看 台中清水区放眼望去 整片都是农地 而这里也接连被开发商看重 要发展为产业园区 但这一点超巧合 像是凯旋产业园区占地25公顷 清水科技园区占地27.9公顷 近来备受争议的清泉钢产业园区 则是22公顷 通通不超过30公顷 而也被外界质疑 是要规避中央审查 因为按照营建署规范 非都跟土地只要低于30公顷 就只要县市政府核定免送中央 他们认为说在这个部分 他们比较好使力 我们外界常常质疑的 严市长卢秘书 开小门 或是说开方便之门 这个就是很大的争议 是规避中央监督的嫌疑 这个是中央的规定 大家都照着规定来走的 是符合产业创新条例 合法的规定来办理的 虽然台中市府强调依法办理 但不知土地面积很巧合 都低于30公顷 其中清泉岗产业园区 更被时代力量立委 陈娇华炮轰 有国安疑虑 毕竟距离清泉岗机场 重要军事设施 只有1.6公里 而清泉岗产业园区范围 更横跨军方高度限制 黄区60公尺 以及蓝区160至375公尺 必须送军方审查 但创立公司送省土地使用 却没交代建物高度细节 被质疑为了开发 不择手段 2015年7月 时任台中市长林家荣 和乡亲肯谈后 决议暂停开发清水产业园区 但环团发现 今年竟然又在 昔日和咖的同区域 出现一个清水科技产业园区 只是缩小到27.9公顷 已经启动环平 到底你的环保要怎么进行 那如果你都不讲清楚 就开始去做这种动作 当然了 自然人家就会不支持 甚至于就是怀疑 你们的东西是什么 园区开发陆续引起争议 让地方人士警钟大响 追查发现诸多疑点 现在也只能盼望台中市政府 能用高标准进行审核 三选研究长周凯台中报道 你看起来台中 发展不错 很多科技业什么的产业 都要进驻是不是 不然怎么会需求这么大 永宏医院我给你请教 来我们看清水区 这个图看得出来吧 英文比例词没有做得很大 在清水区而已 这一条 清水科技产业园区27.9公顷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凯全产业园区 这已经掉了 后来没有继续开发下去 它是25公顷 然后我们最近讨论很多的是 清泉钢产业园区的部分 是22公顷 这个部分常常让我们讨论 是因为这个颜家的小儿子 他有在创立公司 有一个董事的席位 我给你请教 所以现在台中是需求量很大 是这个样子吗 因为它每一块都刚好是 在30公顷以下 不用中央来审查 你怎么样来看 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巧门 因为你一般是要送给 你所有的不管是重划或开发 都要送到中央营件署去审查 那30公顷以下 是营件署是等于报备 那所以基本上是台中市政府 自己就可以决定 那这个如果站在产业的角度来看 当然会觉得说这是应该的 因为大家产业需要工厂 但巧就巧在什么 在林嘉隆时代是不准允许开发的 为什么到你卢秀燕时代 就可以开始允许开发 这是大家觉得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德宇议员在讲说 地方都在讲 说市长姓岩 秘书姓卢 卢秀燕只是个秘书 你看我们从维建看到 看到这个开发区就可以发现说 确实是这样 要替他们家护航 我讲几个重点 第一 它的环屏很随便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 你所有开发区 就像你自己开发 都一样 你再小都要经过环屏 它环屏很随便 找一个C级的环屏公司来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而且开会的时候 市府的单位全部都请假 那是为什么呢 坦白讲如果都请假 这个会应该不能算才对 你不能去做成 应该要延期吧 因为大家都没用 如果说我今天说 有一个程序上是要经过市府的同意 对不对 还有包括环保局 水利局 农业局 金发局 因为它这个是跟工厂有关 所以一定有金发局 因为在农地一定有农业局 那农地就有水 一定有水利局 那你要环民一定要环保局 至少这四个局处 你如果这局处没有来 那这个会议就应该 就不用开了 那怎么还会有一个会议记录出去 然后上面写官员请假 如果请假的话 这个会议就没有了 那一个没有不存在的会议 没有经过官员开过会的会议 跟会刊 怎么可以算到市府说 我同意的标准理呢 这是第二个莫名其妙 而且放水的地方 第三个 这个当然现在会 大家还在查就是说 到底那边的水源有没有影响 你做了一个工业用地之后 你很自然就要处理 你就会有这个事业的这个废水 那你的废水处理 当然他们做了 只要做园区 一定要都会去做这个废水的处理 但废污水的处理 会不会影响到周遭的农业的生产 这就是要评估的嘛 目前为止看到这三个 好像都怪怪的 那为什么怪怪 就是以前为什么没有办法 那么快给他过 是因为 林家隆觉得怪怪的嘛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过 你要在一定的程序走完嘛 就在卢市府 你看程序一下 很快好像专门帮你盖张样 就走完 第四点就是 现在很多人说 我们都不知道这块地要重划 不知道这块地要开发 那到底那些人是不是人头 我觉得光是这四个 台中市政府就有必要清清楚楚 来跟全国的人民交代 那同时这四个也正好在反映的 就是我刚才在讲 当他们家讲土地正义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笑话 因为很需要工业区